牛樟芝是台灣原住民口中的仙丹 也是台灣特有的國寶 台中市洪玉生技就聯合了亞洲大學 舉辦了一場產品的發表會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吧 洪玉生技的這一場 牛樟芝精碎液的產品發表會 2020年12月13號禮拜天下午 在台中市大論路上的天閣飯店舉辦 吸引了許多民眾一起來參加 洪玉生技表示 牛樟芝有許多獨特的產品優勢 其實我們早先發現在這個 我們所謂生命中的紅寶石 這個牛樟芝在我們原住民裡面 其實起先是以結酒著稱 是因為它的結構式裡面 有含一點類似像天然類固醇 所以它的消炎的效果很好 那陸陸續續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 搭配不同的藥材之後 它也可以訴求不同的功能 尤其是免疫力的提升 其實有很顯著的效果 所以我想牛樟芝是家喻戶曉 我們台灣家喻戶曉的一個產品 所以在我的看法裡面 韓國有人生 我們台灣有牛樟芝 那我們的東西 現在目前最大的特點就是 護芳 我們會根據我們現在目前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有開發好的東西 就是有利甘寶 還有一個活力清 還有一個是樹民糠 這三種 而針對不同的時間 你來使用這些東西 這一次鴻鈺生技 還特別跟亞洲大學的團隊合作 希望以牛樟精粹力 可以改善體質 增強體力 營養補給 促進新陳代謝等種種優點 將產品推向國際 打造全新的南進行銷政策 我想基本上是因為亞洲大學 它現在是打世界盃 變成國際的大學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亞大的研發能量 尤其在醫療體系的研發能量 能夠跟牛樟芝結合 搭配我們整個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能夠把牛樟芝台灣特有的 能夠推銷到整個新南向國家 這是我想主要的目的 鴻鈺生技強調 牛樟芝是最優質的營養食品 也是台灣獨有的天然寶藏 他們有信心以強勢的優質產品 結合多元的電商、微商跟網路行銷 開創牛樟芝的更大的通路市場 記者陳文旭、李佳晶 台中報導